行李拖著 已經準備離開 南韓舉辦世界同軍大露營 明明還沒閉幕 卻有多國決定撤出 連日暴雨 會場到處泥泞積水 加上三十五度熱浪 數百人中暑 還不只天氣影響 現場蚊蟲多 同軍起紅疹 雙腿被咬成紅豆冰 連最基本的飲用水及食物 不夠 也不乾淨 部分歐美國家選擇拔營離開 臺灣同軍團也計畫七號上午十點鐘 正式向大會提出申請求撤離 根據瞭解臺灣代表團加上國際服務隊 人數超過一千六百人 真的離開營地後 還要考慮後續住宿安排 唱歌 跳舞 交朋友分享彼此文化 這才是同軍營的最初目的 也有家長在社群上透露 多數狀況已經獲得改善 只希望小朋友帶著滿滿回憶 平安回臺 三列新聞 劉宇曾家宣 台北報導